共享經濟是今年的熱門關鍵字 比如自行車 機車 汽車等 都是大家熟知共享經濟的標的物 以租代買的概念不止環保 也提升了生活的便利性 像是手機或3C商品的行動電源 可以假地租 以地還 讓使用者通勤一鬥 不用大包小包 也有業者開放民眾加盟當台主 催出了新的商機 同情或者是逛街的時候 如果手機突然沒電該怎麼辦呢 我自己會準備豆腐頭還有充電線 來到了捷運站就可以使用 充電站來充電 但是它有一個局限就是 我人必須停留在捷運站裡 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呢 學生攜帶行動電源 就是解決方案之一 但在實際生活中 想做到並沒有那麼容易 有時候出門就想要帶一個 很小的包包 女生喜歡背一個超小的包包出門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帶行動電源 無法帶行動電源的人 可能會把腦筋動到沿路店家 跟店家借插頭 秘訣無他 臉皮厚一點就能辦到 問題是店家不一定有店借你 我們之前是有借 但是我們的插座不多 而且還要插電風扇 然後後來我們就不太方便 有需求就有商機 現在在各大人流密集的場所 漸漸看得到這種共享行動電源 使用方法也很直覺 手機沒電想要進行租借的情況下 只要按一下掃碼 對著這個二維碼之後 進行速解 按掃 按確定 行動電源就這樣彈出來了 租借過程不用兩分鐘 充飽電的行動電源立刻上工 蘋果安卓手機不限型號 價格也很親民 市面上大部分的共享品牌 都以一小時15元起跳 作為最大公約數 前五分鐘或前十分鐘免費當優惠 而推出一小時12元最低價的業者 除了主打跨國借環 將近20個月的耕耘 也讓它的市佔率獨佔凹頭 其實我們蠻多商家或是說 跟外送人的配合 我們都有第一小時的優惠 那其實他們在送餐的過程當中裡面 我可以在取餐的地方進行租借 我到下一個地方在取餐的地方 可以就進行做規劃 假地租以地還可以說是共享經濟中 最經典的運營模式 不只和外送平台結合 對於搭乘大眾交通運輸的通勤族來說 也是追求效率的新選擇 我們以東區像市政府這個站 做到西門町 我們手機可以充到快將近30% 所以在移動過程中 可以幫你手機做充電的情況下 你就不需要再等待 對於提供位置 擺放共享行動電源機台的店家 只需要每個月支付200元電費 就能用科技感來招攬客人 騎摩托車經過 他可能也是在找行動充 然後他就下車 拿完之後他會好奇 這店裡面沒有來吃過 然後他覺得還不錯 然後也會帶其他人來說 這邊很方便 可以充電又可以來這邊吃東西 共享行動電源的商業機制 早在2015年就已經誕生 在台灣市場起步時間相對較晚 這和行動生活生態鏈的完整部件 有很大的關係 移動支付的便利性 其實是在近幾年還在興起 所以其實還是在於一個用戶的教育習慣 因為共享的模式是可以透過資源再利用 能夠幫助到他的資源做轉換 簡單的說就是導入環保 比如手中已經有好幾顆行動電源的民眾 可以直接把行動電源交給業者回收 直接換成1000塊以上的充電金 用以租代購的精神 減少不必要的3C垃圾 共享經濟在行動電源這一塊 有個很特別的現象 除了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在全台灣設點最多的這個品牌以外 我在同一個商場裡面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共享行動電源的廠牌 為什麼呢 這其實跟業者背後的思維很有關係 共享行動電源這個設備 如果要能夠普及的使用的話 其實需要它有大量的點位 可以方便民眾租借 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不太在乎 它的點位到底跟對方多近 我們簡單做一個舉例好了 悠遊卡跟e卡通 甚至LinePay接口支付 在每一個店家它其實都有 新創公司主打團體戰 合縱連橫中供消費者自由選擇 再趁機凸顯特色 比如這家品牌的做法 是開放民眾加盟 任養一個機台5萬塊 也同時當上迷你股東 不管它是在運營客服這一段 都有公司這邊來幫它負責 那店家的店租或者店費的話 我們會分潤給店家 那那個部分加盟者也不用擔心 聽起來是創造被動收入的新選項 但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投資人對於共享行動電源這個行業 有多少信心多看好它的未來願景 很多時候不是消費者不想用 而是他在戶外的環境底下 沒有辦法順利地完成付款 提供更便捷的付款方式 會讓更多的人用 付款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當手機都已經沒電了 要如何利用手機進行掃碼 或行動支付呢 業者提出的解決方案 首先是在機台上提供暫時性免費充電服務 再來就是提出訂閱制的概念 比如說香港的房仲業還有香港的保金業 我們在推訂閱制 來讓公司為它的員工進行訂閱的買單 這背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消費者 和服務經營者他們彼此希望能保持長期的關係 有了長期合作的默契 業者和客戶之間要談價格更有空間 確實也成為近幾年來 各種產業創新熱愛套用的思維 不過應用在對消費者來說 也很新鮮的共享行動電源產業 到底加盟制還是訂閱制 能夠突破重圍 開始受到關注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除了